恭喜杜丰 广东南兰赢回夺冠希望 核心外援未来有望规划进国家队 北京时间10月13日 2022-23赛季 CBA常规赛第二轮 苏州肯蒂亚107比96战胜福建南兰 赛后 苏州肯蒂亚主教练李南出席发布会总结比赛 他表示 赛季首胜 有几方面做得不错 第一是防守 防守下了功夫 第二是篮板 还有就是退守 这几方面 我们赛前都做了很多准备 大外援威廉姆斯及时回归 让我们内线增添实力 轮转也变得更多 今天大家表现都不错 说到这个比赛日中的焦点之战 那肯定是广东南兰的首秀 要知道 原本的第一轮比赛 他们未能赶到赛区 被判定负于北控南兰 这场比赛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个赛季 广东南兰的首秀 令人意外的是 杜丰首发五虎派出了最强阵容 一点没想给同期南兰留面子 要知道 此前由于隔离 状态肯定一般 没想到杜丰还是派出了最好的人员组合 的确让人意外 也让师徒拿到两连胜的童西南兰 不得不从长计议 在这场比赛中 刚开场 双方就你来我往 打得很激烈 广东南兰看似占据优势 可就是无法拉开比分 童西南兰这边 大外援阿秋尔打得很活跃 无论是易见连还是徐星 都无法对他构成威胁 在篮下阿秋尔实在是无敌的存在 半场结束时 童西南兰领先6分 一边再站 广东南兰逐渐找到手感 单截就反超了童西15分 从落后的局面 一下就逆转了比赛 最后一截 更是打得童西南兰毫无办法 最终 广东南兰以116比102 进取童西南兰 赛后发布会上 广东南兰的主教练杜峰表示 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 大家感觉还是一般 特别是上半场 很多机会都出来了 但空位没投进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中场休息时 跟大家讲下半场会好点 到了下半场 大家投篮的状态好很多 随着比赛的进行 投篮命中率会好一些 这场比赛 除了取得赛季首胜之外 最令人惊喜的就是 马上的回归首秀 他的表现丝毫看不出来 受过大伤 不乏轻盈 而且突破非常犀利 三分球也特别果断 打完这场比赛后 真的要恭喜杜峰了 广东南兰又赢回了夺冠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超级外援 马上布鲁克斯 要知道 这个赛季要想夺冠 马上的发挥至关重要 此前两个赛季缺少了他的广东南兰 打得太难了 依靠威姆斯的发挥 才拿到了20-21赛季的总冠军 可上赛季 威姆斯也状态不行了 那么光靠本土球员显然就太难了 在半决赛还是输给了老对手辽宁南兰 那时候球迷就希望马上新赛季可以回归球队 这样一来 外线实力明显提高后 不再惧怕任何对手 冲夺总冠军也不再是吃人说梦 本身周棚的离队就对于球队影响很大 再加上易建连的状态逐渐下滑 除了依靠外线的三位国手 就只能依赖马上的出色表现了 这场比赛他砍下32分11篮板8助攻的数据 足以让广东球迷满意了 这样的表现 未来中国南兰如果想要规划球员的话 显然马上要比琼斯更加合适 个人认为 中国南兰如果规划广东南兰的核心外援马上 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他在CBA已经打了很多赛季 对中国篮球也非常熟悉 另外马上在场上比赛 至少更加专注 他很少有太过情绪化的举动 最后 还是要恭喜杜峰的球队取得赛季首胜 更重要的是 超级外援状态很好 这个赛季 重夺冠军 大有希望 这种赛季的赛季的赛季 这种赛季的赛季的赛季